在不久前这个全新一代的Prodot RCA正式开放预定 而且这一款车是采用了DNGA平台打造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DNGA平台的车款可以说是全面开花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消费者或者是这个观众朋友 还是不知道什么是DNGA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讲一下DNGA的差别是什么 还有DNGA它的特点在哪里 首先呢DNGA是一个全球化模组平台 它的名字跟这个Toyota的DNGA很像 没有错其实它们呢是有一点演员的 但是呢这个DNGA平台更加专注于小新车的打造 就目前我们所知呢DNGA平台总共有四个形态 分别是DNGA B 就是专门打造B segment车款的平台 还有DNGA A 也就是A segment的平台 还有个DNGA K-Car 这个是日本专用的K-Car平台 以及还有个DNGA的Railview Drive平台 这个平台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小新车的平台 但是呢它却拥有这个载重能力 像是目前DNGA的High Gen呢就是采用的这个平台啦 目前DNGA平台主要的用户就是DNGA自己 还有这个Producer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最先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的DNGA A平台 目前呢这款车使用的平台包括了Artiva 包括了这个Toyota的Rise 还有这个Rocky 这个平台跟之前的平台对比呢 主要是提升了更多的高刚性材质的运用 另外它跟DNGA平台一样拥有低重心 所以呢它这个操控表现跟安全性也会更好 至于空间的表现也会比起上一代的平台更大 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化 就是说你这款车你要多大 轴距要多长你都可以自由的切换 值得一点是目前除了Artiva以外 刚刚开放预定的Azia呢也是采用这个平台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车的这个车身是马威如何 但是我相信呢它的操控表现应该会很出色 所以就等待我们的私家报告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DNGA-P平台 DNGA-P平台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空间表现更大 目前已经采用这个平台的车款了 包括了全新一代的Elsa 全新一代的Avanza Toyota的Velos 还有这个Toyota Vios 最新在日后还会增加一款B-Segment的SUV 就是东南亚版本的Yaris Cross 这一个平台呢扩产性非常的强大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车款中呢 轴距最小的车款也有2620mm 这个是标准的B-Segment 至于像是在Velos采用的平台呢 轴距更是达到了2750mm 所以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会更大 而且呢它还有这个低重心的特性 就例如我们在之前试驾这个PoroDuo Elsa的时候 我们就对它的操控表现占不绝口 这个都是DNGA-P平台的优势 另外呢DASU呢它也有两个引擎的配置呢 是专门为这个DNGA平台打造 分别就是我们熟悉的1.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至于大马力表现是98PS 峰值扭力表现140Nm 另外呢还有一个动力配置 目前在马来西亚已经看得到 就是这个1.2公升的 E-Smart Hybrid混合动力引擎 它主要是用这个1.2公升的三缸自然进行引擎 提供动力为这个电动机充电 然后主要呢是依靠这个电动车来驱动车辆 所以有着非常好的油耗表现 另外呢这个LUOMO CVT D CVT也是为了这个DNGA的车款打造的 但是其他的非DNGA车款也是可以使用啦 例如讲是Myvi这样子的车款 都可以看到这个变速箱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对于我们比较陌生的DNGA平台 也就是K-Car平台跟Railway Drive平台 这个是目前只有日本市场专用 另外呢 来Hazoo也有为这两个平台呢 匹配一个全新的混合动力系统 K-Car的混合动力哦 主要是主打坚韧减碳 K-Car的这个平台呢 其实跟我们的DNGA A、DNGA B是一样的 主要都是采用大量的高钢性材质 还有这个低重型的Platform让它的操控表现更出色 因为空间表现也更大 毕竟Dahatsu呢是日本的小车之王 如果你有去过日本的话 你会发现呢日本的街道上非常多Dahatsu的K-Car 这个是因为K-Car在日本其实是享有专属的这个税务优惠 所以日本人买K-Car呢会比较便宜 而且低油耗更容易park in 日本的街道那么小 所以K-Car真的是很好用 OK 这个是题外话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讲的就是这个DNGA的Railway Drive平台 其实这个平台呢看似是K-Car的平台 但是其实它是采用了这个非承载式的车身设计 而且是Railway Drive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载重能力 同样的因为日本的街道小小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需要运载货物啊还是什么 他们也需要这种小型的卡车 所以Dahatsu呢才会开发出这样子的平台来打造小型的罗里 例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Dahatsu的HiJet新一代 就是采用这个DNGA Railway Drive的平台打造 而且采用了66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然后看它这个抖那么小 但是其实它的载重能力还是不错的 非常适合日本的小家庭那种小本生意使用 如果我相信啊Dahatsu或者是Produo 愿意引进这样子的车款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应该也会很受欢迎 但是同样的这个价位呢就要很合理啦 另外呢在本地市场除了Produo之外 Toyota也会采用这个DNGA平台 不过他们会专注在这个DNGA B 目前已经发布的Veloz呢 就是采用DNGA B平台打造的车款 其实它跟这个Elsa是双胞胎兄弟 他们主要的差别是Elsa的离地高度是160mm 但是Veloz的离地高度达到了190mm 所以Veloz的通过性会更好 但是Elsa的操控表现也会更出色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车款会采用这个DNGA平台呢? 近一代的Veloz就会采用这个平台 而预计呢这个Veloz会在2023年的3月份发布 两个SPEC E SPEC 跟G SPEC 这个属于头头爆料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全新一代Veloz的消息的话 那么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啦!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相信大家会很期待 这个全新一代AZIA的操控表现怎么样 请稍安勿躁 我们还在等待这个第二国产车的邀请去试驾 如果有了这个试驾的活动之后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这一个新车介绍 还有试驾感受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! 拜拜!